之前嘉良的节目说33.99万起的蓝图梦想家打开了国内高端混动MPV的新世界 而此次的广州车上新蓝图梦想家推出了官方内置改装版车型 让天花板再次突破大气程 作为混动高端的MPV奢华的老板也得有吧 掉点电视也得有吧 最关键这一块15.6英寸的智慧交互屏 它支持8K的视频 你们有没有体验过8K的视频看起来有多爽 而且这款车型还有12.3寸的头枕电视 它可以多个角度调节 而且像座椅的直接调节的功能也被投摄在了屏幕上 操控更为直观 像仿大理石质感的地板 包括银色的这种踏步还有发光的视条 都是细节的加分项 相较于车内丰富的彩电大屏幕以外 像这台车型还定制了扶植版的座椅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 轻松的把座椅从车内挪到车外 如果说家里有老人或者身体不变的朋友的话 就可以定制这个配置 更方便成员上下车 而且像这个座椅 这种肩靠式安全带 一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 依旧没有缺席 像这款官方内饰感动版车型 还增加了2K分辨率 1200尼特的流媒体后视镜 我去 这高兴程度不得看个电影啊 对于咱们爱户外露营的朋友来说 这个磨合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它不仅打开之后 还有一个液压支撑杆 里头可以放不少东西 深度也绝对够用 而且盖上之后 和第三排连屏 再把第二排的座椅往前推 垫个床件 这不就是一张露营床吗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蓝图新梦想家 非常奢华的内饰的改装 以及这些定制化的配置以外 它的性能方面依旧出众 像全系标配的增程式混动四驱的配置 支持236公里的纯电续航 这个纯电续航在同级车型里 也算是比较长的了 而且满油满电综合续航 也可以轻松突破1200公里 无论是33.99万起的新梦想家 还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款 官方内饰改装版的车型 这些丰富的定制化配置 最后一款蓝图梦想家 能够满足你的需求